如何知道嬰兒吸絕得好? 你可以從多方面知道嬰兒吸絕得好不好 嬰兒如果吸絕得好,你的乳房不會痛 除了最初兩三天之外 在嬰兒吸絕過程中,你會感覺到乳房逐漸柔軟 而且嬰兒如果吸絕得好,你會看到嬰兒把大嘴巴 好像打喊露一樣,含著大部分的乳魂 嬰兒的下唇會向外回,下巴緊貼乳房 上面露出的乳魂比下面的多 嬰兒吸絕的時候,她的面甲會圓圓地脹起 有節奏深而慢地吸絕,間中會停頓吞奶和呼吸 你甚至可以聽到吞奶的聲音 嬰兒吃飽後會自行張嘴,放開乳房,並表現滿足 或是嬰兒會吸絕得越來越慢,最後含著乳房睡著了 如果嬰兒沒有以上表現,或是你覺得乳頭疼痛的時候 表示她可能吸絕得不對 你可以將手指放入她的嘴角,輕輕地移離乳房 然後重新再試,將嬰兒再帶到乳房 你要內心讓她學習,不要輕易放棄 如果有疑問,可以向母嬰健康院或其他醫護人員查詢